相信應該會比較好 嗯哼 還是正面思考 Ari也是這樣想嗎 對啊 那時候 當然那時候她會比較容易起衝突 跟那個什麼 我們的阿姨 我是那個 愛好和平的 所以我通常都站在一旁 永遠都沒你的事 她只要躲一旁就好了 對啊 但是就是說有時候 就是會引起我們的反感 就是說繼母會 會想管我們 那我們親生爸爸 其實他根本 對我們就是毫無興趣 他們也不管 現在回想這一段 施老師你還有氣嗎 你心裡面還有那個氣嗎 呃 我必須要講 我比較生氣的部分是 她的父親 反而不是她的繼母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跟她繼母沒有什麼關係 而是她父親 既然今天是你選擇 就是說搞外遇 然後你離婚嘛 你要求離婚 那我們也離婚了 那你也答應我把小孩帶好 可是呢 你在把他們帶走的過程當中 你卻沒有擔任 你父親應該扮演的角色 那更重要的是 從來也不管他們的功課 哇 這兩個人 尤其是這個 他程度差到不行 你說Eric 對啊 他離開台灣的時候是小學二年級 他回來台灣 他已經十五歲 他的程度小學大概四年級 那你說說看 這十一年的缺這樣的一個遺漏 要怎麼補 所以最後我請了我很多的學生 來幫他當家教 那也就是這兩個 就是從小就被放生的結果 所以他們完全沒有半點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已經是 Teen Ager 那我現在要怎麼樣的規劃我的人生 完全沒有 像這個 發脾氣 然後跟他 繼母發生衝突 到美國 好了 你來投奔我 好 然後呢 他還在那裡 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將來要怎麼辦 好了 那我就問他 你要上大學嗎 你要幹什麼 沒有概念到底罷了 脾氣又很壞 然後就對我發脾氣 最後我就好好的跟他討論 最後還是我跑去美國 好 押著他去申請學校 就他真正的腦袋突然清醒 是他已經都二十歲了 那你說說看 還好他二十歲腦袋開始清楚了 就說他突然發現他已經二十歲了 那今天我要怎麼走下去 那我的人生規劃是什麼 這個更混帳 他到了後來 到了那個大學了 在美國都念大學了 那直到有一天 他打電話來跟我說 他看了一本好書 後來我說什麼好書啊 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看了一本 叫做蘇菲的世界 後來我就說那有多好 他說我看了以後 有很多的感想 但是我認為我的人生經驗不夠 所以我沒有去 用我的人生經驗 跟這個書裡頭 講的東西去結合 但是有一天 讓我人生經驗夠了 那就可以 後來我就告他 蘇菲的哲學有中藝本 我用這個在建宗 在公民課教給學生 因為很簡單 你得問你為什麼來這個世界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要幹什麼 如果今天他開始會去 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不用擔心了 所以當他跟我講這個事的時候 我就從此以後 我沒有問過他 就說你的成績單 所以直到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終於想起來 我就說Eric 我還是要問你一句話 你到底在大學成績如何 你看 你根本沒有管 我不是沒有管 因為我尊重他 他說那你會care我的成績嗎 我說倒不會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 你到底大學成績是什麼 他最後就說 他street AR 他都是AR 他成績很好 那我說你為什麼 不給我看成績單 他說我覺得你 你並不在乎這個成績單 其實不是不在乎 我不想給他壓力 因為我知道 他在一個很糟糕的狀態 15歲才開始 從小學4年級一直趕趕趕 那今天他上大學了 好 那他終於明白 去探討生命的意義了 那我總要給他一個 成長的時間跟空間 所以我不再問他說 你的成績是什麼 因為成績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有沒有知道 我作為一個人 我今天要怎麼走 聽來喔 老媽有一肚子的抱怨 對啊 你們兩個對於這樣的 那個氣氛習以為常嗎 習以為常 已經耳朵聽到會長繭了 對啊 有沒有什麼要反駁的嗎 還是其實完全接受 有嗎 看著是 你說我不是回來跟他住 那你可以講啊 他怎麼的 這個很難反駁 但是回來跟他住的時候 他也是 因為心裡 那時候剛回來高中 然後心裡我也想 我老媽可能是那種很溫柔的 在那種好萊塢看那種偉大的媽媽 結果沒想到就是回來的時候 才知道放學回來 放學的時候回來 他在桌上都是一個紙條 然後一個五十塊 我說完成你自己去解決吧 然後我就 喔 然後他說不想吃便當的話 旁邊還有一箱泡麵 你自己選擇吧 兒子開始也有一些抱怨了 老師那個時候你覺得 sorry 那是一個家庭教育嗎 一個紙條放在桌上 沒辦法 對於兒子的保養 因為他們兩個的學費太高了 我必須要講 他念的是美國學校 那我是建宗老師 當時建宗老師的薪水 大概四萬多塊錢 然後我還有父母要養 所以上養父母 還有他在美國 我要付那 那所以請問你 我要怎麼辦 我只好拼命去賺錢嘛 所以我很同情 很多單親母親 那在那個狀況之下 我一年有兩百多場演講 我還要搞我的婦女運動 那這些都是我已經在走的東西了 就是我的人生 我沒有想過他們兩個會 被他父親丟回來 這他們兩個丟回來 這是我人生的意外插曲 而且是不可承受之重 對不對 到最後 那我錢還是要賺 我不賺錢 他怎麼去念美國學校 還有人諷刺我說 我就不要提了 這樣的話 又是好像在抱怨 他說因為失憶心要show off 就是要炫耀 他有能力讓Eric去念美國學校 拜託我是一肚子苦水 這個傢伙是 潑潑摸都忘掉了 然後他已經15歲了 我去跟人家那個什麼 嗯 師大附中還有什麼去接洽 沒有一個人願意收他 最後人家還跟我說 師老師你也是個老師 你忍心把一個問題這麼多的小孩丟給我 我覺得Eric這個人 都已經三條性了 現在全部大家都知道了 他那個 一個辛苦的單親媽媽 兩個可愛的孩子 很捨不得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來繼續 施機親母子的故事 不管他們做什麼 我希望他們 這一生都很健康快樂 這個比較重要 另外很重要 人生不是只有自己的健康快樂 還能夠關懷到社會 比如說 我只會 還有一個 到了